欢迎来到股市在美的12月21号 今天礼拜一 大盘的部分今天表现非常精彩 上礼拜五 这个欧美股市啊 重挫 那因为上礼拜五 以美国来讲是四五日做解算 所以指数波动很大 那台股今天如何反应呢 我们来看看 早盘大盘开低之后 往下再侧低之后沿路拉抬 最后大盘呢收相对高点 那大盘以这种走法呢 郑美老师会怎么看 如果说今天大盘 它是开盘往下跳对不对 那它往下跳哦 变成空方时间 可是却收一个红K棒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掌控权啊 又被多方拿回来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啊不大耶 为什么今天开盘往下跳 在侧低的时候 量能出不来 量能出不来 郑美老师认为这里呢 对于空方而言是该杀而没有杀 那空方该杀而不杀呢 结果收小涨的红K棒啊 那表示这个发球权已经被多方拿回来 所以明天呢 如果欧美股是没有继续中错啊 理论上要继续做反弹 而且会反弹的速度会很用力哦 会很用力 那以大盘的格局啊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区间来回震荡 区间来回震荡 除非明天啊 上涨是带量表态 那么8300就有机会过去 那如果不是呢 就形成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的时候啊 其实最好赚 太好赚了 你看看这边老师啊 在节目前程给你公开示范 我怎么带会员操作 我怎么带会员做有趋势的股票 一样赚啊 你们每次都看大盘在做股票 对不对 大盘你怎么看 你都觉得怪怪的没有行情 一整年下来让你看大盘 都是没有行情 你怎么可能在股市赚得到钱 来看看 这边老师怎么带会员操作 来 这边老师持续带会员做生计 物联网以及有题材的电子股 好 那上礼拜哦 其实很多人都被这个大盘啊 吓一跳啊 因为大盘是这样子跌跌跌 跌了 哇12345 跌了将近 五个工作天 那甚至跌破这个 本来打了两只地桩的位置 8170附近 那这边真美老师怎么带会员因应 真美老师怎么带会员因应 你一直在看大盘做股票的 有没有赚钱 好 那真美老师在节目公开跟你示范 我带会员进场了 那进场什么股票 来我们来看看 这是其中一档 在12月16 12月16 就是大盘在 跌跌跌跌到这根红棒的时候 12月16 那真美老师当天就在节目跟你说 我带会员进场了 我带会员进场 每每真美老师带会员进场啊 我想 你在当下都觉得真美老师 你在这个位置买能够赚钱吗 可是呢 为什么每次真美老师都有办法验证给你看 我带会员买的位置是买在所谓主力大户 他们进场的位置 好我们来看看 当时基本面我跟你讲 这一档啊 EPS预估5.6块 而且筹码高度集中啊 大股东持股超过50% 你想想看哦 这样子的股票 大股东对于他自身的股票 他怎么看 他看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如果你可以看到台北股市有一档股票 他持股超过五成啊 这个大股东 他一定理论上 他是对这档股票是看长线 非常长线的 怎么说 以电子股而言啊 如果说大股东持股有超过两成的 就算很多了 就算很多了 那如果说一个 一档股票 大股东持股超过五成啊 这档股票 我认为才刚刚开始而已 为什么他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 他的产业面趋势才刚刚开始 而且不是一年两年 最少是三年的好光景 大股东才会这样的持有 那大股东通常都是持有长线居多嘛 以大股东的角度 也许他会买再卖 但是还是长线持有 那持有50%啊 你真的不要小看这档股票 好 那再来呢 这档股票 技术分析 我也带大家看过了 在16号上礼拜三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看他每每上涨 就有出量 下跌量说啊 下跌量就缩掉了 再攻再出量再下跌再两缩 那低点有没有越来越高 一个上升轨道趋势已经形成 那这是我在上面有告诉你的 可是你想想看哦 大盘是这样子的跌法 那他呢 大盘从8900跌下来 对不对 跌了800点 800点哦 那他对于这档股票而言 他还是在整个上升趋势轨道当中没有改变 好 那这档股票为什么这么强 那这档股票怎么带会员做 来我们来看看哦 16号的时候 这档股票是 硕到做大 因为我是实战派老师 我有买就有买 你看这档股票 环球金6488 称交77.5 这是16号 实际大会员嘛 好 那隔天呢发生什么事 隔天就上涨 隔天就上涨 再来呢 18号还是涨 每天都涨 21号 今天 还是涨 那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哦 整个过程 从我们买进 这一天 是不是环球金 好 6488的环球金没有错 那你看看哦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来 隔天就涨了4.4% 对不对 同一档嘛 同一档好 那再来 这是17号 那再来 18号呢 哇 我的股票呢 又涨大了 一米大十吋啊 有没有 又涨了7% 100万变107万了 那再跟今天做比较呢 我们来看看 我的环球金啊 16号买 21号的环球金 表现很棒呢 表现很棒哦 那为什么 郑明老师 这边照进哦 有办法帮货员 做这样子的掌握 一买进去 就开始涨 一买进去就开始涨 你不要小看 它现在才涨6%啊 我的股票啊 是有趋势性的 我的股票是有趋势性的 它才刚刚开始 那大股东持有50% 表示它对这档股票 未来看得非常好啊 那光是今年1PS就5.6块 好 那我说啊 为什么郑明老师啊 在大盘这么不好的时候啊 我还是持续在帮我的会员赚钱 我一再跟各位亲爱的观众讲 不管你用什么角度 消息面 技术面 基本面 筹码面 切入一档股票 都OK 只要你能赚钱 你就是对的 但是呢 你的把握度跟胜算是多少 以正名老师来讲 我带货员进场之前 我会先看我的胜算有多少 如果是5成以下 我绝对不带货员进场 那有什么好做的 5成以下表示 你可能赚钱 可能赔钱啊 这样的胜算 怎么可以带货员 马马虎虎 胡乱进场呢 那如果正名老师是这样做 那我跟一般散户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那正名老师呢 我拥有一套黄金筹码赚钱数 我从筹码的角度 带货员买进一档股票 为什么我一定要先从筹码的角度 来做一档股票 好 筹码呢 是表示用现金来买股票 你看好你才会买它嘛 那就主力大户的角度呢 他买了很多 买在相当低的位置 买进去之后 你想想看 K棒是不是现行就出来了 这叫技术面嘛 是不是 那我的筹码面是不是领先你的技术面 你们全部都是用技术面在做股票嘛 对不对 好 当然有人是用基本面在做股票 那基本面的财报呢 到月底才公布下一个月的营收 那我的筹码面 我知道有人在做 他筹码买很多 我用我的筹码黄金赚钱数 带我的股票 找到一档 有人在做股票 我又领先你的基本面了 对不对 我领先你很多耶 为什么是美老师可以带货源 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你还在看大盘会不会涨还是会跌 好 那当然有人跟我说 老师我是用消息面在做股票 当然如果你有第一手消息 而且是正确的 那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好 可是重点是你知道买点吗 你知道买点吗 很多人的迷失 做股票的迷失 就在于到底什么时候买 即使我告诉你这档股票 有人在做 什么时候买 对你而言 你觉得是困难还是简单 好 那当你决定买进去之后 你什么时候要买 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才是真功夫嘛 对不对 你光会买不会卖有什么用 你光会买不会卖有什么用 那为什么这边老师一再跟你强调 我领先你们太多了 我领先你们太多了 因为我是从筹码面的角度来切入 看一档股票是不是有很大的潜力 能够倍数翻甚至两倍翻以上 这种股票取决于 这档股票有没有主力大户 他们在做嘛 那当然产业面 趋势面 我都帮你研究好了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筹码 有人在做才会涨嘛 那你们看技术面的 我不反对啊 因为毕竟你没有像 哇这边老师 有黄金筹码赚钱数 可以带我的会员赚钱嘛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你如果比如说像我的环球金喔 你如果说你光是看技术面好了 你光是看技术面喔 你敢不敢像我这样子做切入 我们12月16号当天在节目就跟你讲 我们到会员买了嘛 对不对 那我买进的这个位置 假设你光从技术面 而不是从筹码面 你敢不敢这样子买 当时大盘表现不好喔 大盘是怎么表现 大盘在这里喔 而且之后两天又跌了两三百点喔 以这种角度你敢买股票吗 市场的气氛是很差很差 你看大盘的气氛在做股票 你肯定不敢买 可是我是看筹码面的 以筹码面的角度当然要买 肯定要买 因为一买就赚啊 我就是这样大盘很轻轻轻轻轻轻轻再赚钱 你做股票我做得很辛苦 你可以比较看看 做股票要做得轻松 要顺着趋势走 你就是赚钱 趋势往上 你买的股票你就是赚钱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当然我们在16号的时候啊 不只买环球金这档股票 我那时候跟你说 我有大盘买三档股票吗 好 那环球金呢 是我股票会员的股票 好 那三档股票呢 隶属不同层级的会员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档啊 下一档当时呢 我跟你讲说 这档是物联网的概念股 物联网也是我跟大家说的 未来三年是主流趋势的股票 除了物联网生计 还有有力竭的中小型题材的股票 都是 这边老师会帮会员操作股票 好 那另外这档你来看看物联网概念股啊 我说明年最大的亮点 它是推出物联网金片 物联网金片 它的应用层面非常广 但是你要抓到市场 有应用面 你才有市场 好 那这档股票我当时12月16号 也是告诉你啊 我带会员买了 那这档我怎么看 也是比大盘强 一定比大盘强 不然为什么 我买完之后 大盘又继续跌了两三百点 它就继续走它自己的路 对不对 16号 18号 是同一支股票 这样可能画面看得到吗 同一档股票 同一档股票 好 那这18号就光是两三天啊 涨着13个percent 那再来看看 18号到今天为止 好 这档股票是4968的立即 立即 好 4968 那你看看是同一档 同一档股票 好 那你看看哦 这档股票 我们16号 21号 好 那我先让你看一下我的抠讯 我带会员买的 这个是 请我的冠军会员买立即 好 那这是 曾美老师啊 一直一再强调哦 绝不欺骗 在电视上 我怎么带会员座 我就怎么跟大家讲 那这档股票你看看哦 如果说 16号买进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这个幅度 这样子的赚法 这样子的赚法 是不是有符合 所谓大盘开始反弹 我们就开始赚钱 但是你要想想看 我买进的位置 一买之后就开始涨 对不对 一买就开始涨 可是呢 大盘却还是在下跌 还在下跌 那这种股票哦 通常在市场上 通常在市场上 他们比你早知道 这是肯定的 他们怎么会把好消息告诉你 这也是确定的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曾美老师 有办法在16号 大盘还在跌 隔两天还在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赚钱 我们就开始赚钱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从筹码的角度 运用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数 绝对是领先你们太多了 一而再而生证明给你看嘛 是不是 那更不用说我的安城要啊 领先你们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还在看基本面 还在看这个爆章杂志做股票的啊 你真的落伍了 你落伍了 你继续这样做下去哦 你觉得你会赚钱吗 你觉得你很容易赚大钱吗 你敢会赚啊 那像曾美老师的股票呢 不只是以筹码角度切入 领先太多人 那你想想看 我如果领先大多数的人 那我的会员就是赢家啦 我的会员怎么会是输家 我的会员是赢家嘛 那你当然要跟着我这样做啊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你的方法 没有办法赚钱 甚至晚上睡不着觉的 你当然要赶快跟上我啊 好 那不管我的利基 我的环球金啊 我都是在大盘跌的时候 我印证给你看 你如果还持续在看大盘做股票的 真的是落伍了 真的是落伍了哦 好 那你想知道更多的投资好朋友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跟上这边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进广告 落伍珠 不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连接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森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赖世保是最认真 最专业 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 赖世保委员在台北市 听澳 花博 或任何需要协助时 总是义不容辞 全力相紧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 这是我们立法院 很重要的制裁 最优质的立委 欢迎回到现场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 选一档股票 最重要的是 你要确定你有多少胜算 如果只是低于五成以下 甚至你没有任何答案的 我劝你都不要做股票 够做够输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你胜算五成以下 你认为你会赚还是会赔 你不知道啊 甚至更多的人啊 在买一档股票进场之前啊 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胜算 那更惨 输更多 一定输更多的啊 我这样子讲 请亲爱的忠实观众 你不要生气 我是在替你控制风险 你如果不会做就不要做 真的 因为赚的钱 现在赚钱不容易 对不对 不像过去台湾 十年二十年前 到处都是机会 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啊 所以你手中的一分一好啊 你都要仔细 清清楚楚 算好 你到底有机会赚多少 你的投报率有机会多少 好 那你看看 我运用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数 我算筹码的 你看我的节目 你可以比较看看嘛 你用技术分析 也OK啊 你看基本面虽然很落后也可以啊 那你看产业面当然也可以啊 但是你什么时候要买呢 对不对 那唯有看什么才是最安全 又能够赚到钱的 当然是数筹码啊 筹码有人在做股票才会涨 筹码有人看得很好买很多会涨更凶 当然你不要等涨一大段你才进场嘛 那你当然又落后很多嘛 落后很多你还想要赚到别人的钱 那困难度难上加难 百分之一千不可能 所以我说啊 你进来股市 你无非就想赚钱嘛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样赚钱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啊 只是买股票买股票 来看看这秒是在节目 上半场跟你示范我的环球金 对不对 那节目上我讲的 我实际待会员买的 我全程验证给你看嘛 那我的利基也是啊 我的利基也都是算筹码的啊 那还有一档 进了去考验的股票是谁 我的安城药嘛 158买的啊 我158买的啊 但是我是跟你们一样 我看到他涨 我就带货员跑进去买吗 还是我看到他涨 我就说啊 今天我跟你讲 我有会员 我有安城药 我不是这样的老师嘛 如果你是要天天追涨停板的 我的节目你不一定要看 因为我没有天天涨停板的 但是我的股票是一整段趋势 涨完一段再一段的股票 你如果要这样做 你才会给他 因为我这种做法 我这种买法 你可以重压 你可以买很多 你可以赚完一段再一段 你不需要每天跑来跑去的 有需要每天再烦恼明天的烦恼吗 趋势整个没有改变之前 我就是续报有资金就在加码 信货员来 买 这叫趋势啊 因为低点会越来越高 高点也会越来越高 只要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我们都是把它暴老 把它扔掉掉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赚一大波嘛 对不对 那你手上的资金 你怎么可以随便乱买呢 你怎么每天都在乱买股票 那你怎么可能赚钱 来 你来看看这名老师怎么带货员座 安城药4180 生计股市正名老师看好的 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市场你的投资一定要有生计股 这两股票真名老师 从11月6号怎么告诉你 11月6号的时候 我就把筹码已经帮你算好了嘛 我筹码是随便算的吗 我筹码不是今天看到今天就算给你看啊 这要长期追踪啊 有些筹码你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一定呢 要做判断要做确认 换手11000张 股价在历史低档 带货员买158 好到今天为止 你看我做的股票有没有趋势啊 有没有趋势啊 会往上很明显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有办法带货员这样子操作 大盘跌 大盘跌800多点耶 那为什么我的股票是这样走的 我就跟你讲啊 你从技术面 你从基本面 你都一定做输我啦 因为我是从筹码面切入的嘛 我长期在追踪股票的嘛 我哪是今天看到安城要涨 我就带货员买 这样买怎么会赢钱嘛 李老师说你要当赢家 可是你却用输家的方式在做股票 你怎么会赢 你要赶快从头去思考 你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还不会的赶快跟上这边老师啊 跟上老师不丢脸啊 你如果为了面子老师梳理智 你划算你值得吗 对不对 你都一再验证你怎么做都错啊 你怎么做都错你还不赶快跟上我 我做的是有趋势的股票啊 我说我这档股票不一定可以等你啊 但是他有拉回的时候 你要不要赶快上车啊 你每次都不珍惜买点 我哭口婆心跟你讲 你都不当一回事 每次都当耳边缝 每次我的股票又再涨上去的时候 你才打电话来 也还来得及啊 至少你还要把电话打进来啊 对不对你如果都不打电话 竟然你自己乱做 你自己看着这档股票乱做 虽然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是有趋势的 你每次都大涨你才要买 跌下来你又怕了要死 你又把它卖掉 然后再盘承盘承 你又不敢买又冲上去了 你又买在最高点 又跌下来你又卖掉 你每次一而再再的 算一直重复着输家循环 想跟上的还来得及 好 你看看郑美老师啊 因为我的皇亲筹码赚钱数 可以帮我会员先控制风险 因为先确定一档股票 有人在做 郑美老师帮你把买进的买点 确认好带会员进场 会员是不是赚得轻松又开心 对不对 我这里再跟你强调 你要跟着我有主力思维 别人都不敢买的时候 你跟着我买 别人都想买的时候 我带你卖掉 全身而退获利放口袋 好上礼拜呢 今天喔 LED的股票很强对不对 LED的股票很强啊 那郑美老师啊 今天有带会员买一档 LED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看喔 逸光涨停 今天从12月14号到21号 7个工作天涨了28% 我先强调逸光 晶电我都没有带会员买 但是逸光跟晶电上游的 LED涨完之后呢 接下来要换谁涨停 来这档股票你仔细看喔 整个下降轨道 好 在今天的大红K突破之后 外资连续三个月都是满 融资大减 KD交叉向上 KD交叉向上 那这档股票呢 在既 逸光 还有 晶电 大涨之后呢 下一档 下一帮换它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注意 想知道这档股票的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我开放 免费告诉你 好 那郑美老师呢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你股市操作顺利 股市天天在买力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深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深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哪一千五 空秋冬 一度 风向 双水双青汤 再回来心爱的 无缘的人 五声那兄 风吹风吹 够后空秋冬 落后